希望咱们国家抓紧时间筹建这次抗议的纪念馆和纪念碑 因为有很多的食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会丢失 现在抓紧时间做一些筹备 我们后来其实也讨论了一些应该怎么设计这些东西 大家一直也在出主意 比方说我们的纪念碑的底座是不是可以类似一个冠状病毒 我们纪念碑的背身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宝剑 大家想想在湖北出土了一把2400多年前月王勾剑的宝剑 把宝剑插到病毒上 然后我们觉得寓意还是很好的 在纪念馆里头我们也觉得应该考虑有一个病毒的科普 有一个传染病防治的科普 有我们这次国内的整体的疫情的一些情况 有我们大家抗议的一些个英雄先进 我们这些个模范的事迹 还有我们普通民众 我们全国人民支援武汉 或者是说大家互相在这儿有很多的奉献 把这些个事迹也能够记录下来 包括我们普通民众的一些生活 然后世界人民对我们中国的抗疫的支持和援助 中国在我们整个世界疫情过程当中 对世界的援助支持帮助等等 我们觉得这样的话 可能把这个事件记录下来 警示后人 同时缅怀我们的英烈 悼念我们在疫情当中失去的同胞 这些事件记录是很有意义的